職工盟由創立之初到現在 其實兩代領導人 老總 我和你都相當熟悉 劉仙石 李卓人 日哥 很可惜日哥現在已經在監督裏 透過玻璃窗聽到太太鄧二娥 跟他說關於職工盟要解散 他真是無言 當然香港歷史傳統上 都有工會設立 左中右的工會 你看香港的歷史 比如香港社會暴動等 都會從工潮開始 全世界經常出現的情況 香港多年來 工會本身都有一個很強的政治色彩 也很敏感 很敏感的 事實上職工盟的成立 沒有一個傳統的左右工會的背景 反而是一個很本土的工人運動的開始 剛才嘉權也說過 當年職工人委員會職工盟 可以說是一個醞釀的前身 但是他後來自己是一個新的組織 李卓人當年跟隨劉仙石 成為一個公運分子 後來他是越做越積極 所以他是全力兩夫婦去推動 成立一個職工盟 職工盟本身是一個香港職工的聯盟 有很多屬會 所以就好像形成一個很龐大的職工聯盟 事實上多年來 職工盟在香港公民來說 他的表現和參與程度 特別是他的定位很清晰 代表工人去癱瘓和不惜用最後的手段 其實最後的手段是罷工 因為工人沒有什麼手段沒有什麼武器 其實同職工盟差不多類似架構 其實就是工聯會 工聯會屬下都有很多不同行業的工會 但是以我做了這麼多年的新聞 在議會內外 其實一段時間 工聯會有代表在立法會裏面 職工盟李卓人都在立法會裏面 在右派工會 彭鎮海亦都在立法會裏面 但是相對來說 職工盟在議會裏面和外面 他們態度是一致的 立場是一致的 他們表達的意見是一致的 但是我們看到工聯會 很多時候是罵政府 但是一度投票的時候就要歸隊 香港很特殊的工運和政治力量的牽連 香港很特殊的處境 那就是關於職工盟 它本身為什麼今次職工盟都要面對解散呢 本來是工會組織來的 它本身又不會有什麼 好像外國勢力聯繫等等 那幾關鍵就是在反收入運當中 其實航空業和醫護界 那兩個多重要的職工盟屬會 那個角色就很強 那兩個強角色也造成了 推動了這個反收入運動當中 兩個很重要的社會力量 所以我想這個是促成了 政府對職工盟 當然李卓人本身是很具爭議性的 他有多重身份 他有多重身份之外 就是保安局和建制派中人 就說職工盟是收受外國的資金 即美國一些基金 但其實很多組織都收這些基金 你說從學校那裏 是作為一個培訓工作那些東西 那如果你是將它拉成 勾結外國勢力 那你可以是無限上綱 去到各行各業都會有 學術界都會有 但今時今日 一提到和外國的聯繫 是相當之敏感 亦都似乎是不容於在現實的香港 那究竟那些關係去到多深 我們都無從得知 披勞都不多 但我想最重要的職工盟 本身的組織力很強 那現在你看見 就是近些國安法生效之後 對於任何有組織性 有群眾影響力的組織 都要瓦解 即是它不容許香港再有任何力量 去組織群眾 而職工盟其實它的組織力 可能更大過教協 即是教師組織 職工盟是涉及到不同的行業 所以職工盟被取締要解散 這個似乎都在意料之內 是的 沒有職工盟未來的公運之路會是怎樣 就似乎會靜下來 因為沒有了一個反對聲音 或者抗爭的聲音 工聯會是否真的可以 涉到職工盟離場之後的空間 你是可以幫到 但是會不會工人覺得已經缺乏了一種安全感 即我來說 比如工聯會當然在很多工人的抗爭運動 勞資糾紛當中都有角色 它的角色很強 強項就是和政府的協調 這是工聯會的優勢和政府協調等等 但職工盟的定位較強站在工人那邊 並且他們一定容許工人站在談判的前線 不是我代表你說 是的 特別是過去很多年 致力想推動集體談判權 但因為這個集體談判權的力量太大 所以一直被人打壓著 是不容許香港有一個集體談判權 所以職工盟的出現也是香港工人運動的那種醒覺 告訴工人你擁有某種權利 你可以這樣去爭取 背後也有很多的教育 這個醒覺運動 所以令到職工盟這麼多熟會 好像突然間說湧現出來 說有什麼好處 我想這個好處最重要 就是讓你找回你自己應有的權益 怎樣去和這個勞方爭取談判等等 他們不會的 當職工盟背後 很多教育都是很成功的 其實很多藍領階級 工人階級 的而且確 教育水平是低一點的 但職工盟的出現 和他們的介入 經常去到前線 令到這些工友 保障自己權益 這件事是提升了 還有工聯會要多謝他 沒有職工盟 工聯會不會做得這麼行 他們都要加一把勁去做 要不然就真的 流於工聯會有東西派 工聯會有什麼優惠 只是流於這樣 可以看到職工盟的解散 亦都會令到香港公民 進入一個寒冬期 未來來說 我相信都很難回復過去那種百花齊放 大家可以爭取權益 或者是用一個他們認為合適的姿態出來去爭取 以後可能有某些工會都出來協調一下 解決一些勞資糾紛 工運本身和社會運動是很密切的 很密切 對整個政局有影響 很早年很早年 我都未出世 海原公會大罷工 對香港當時的政局影響很大 現在拘旺而 拘旺而 為何當年甚至港英時代 都在立法會裡面 都會給工會有些角色 盡量將工會的領袖 立入這個體制當中 大家有更多的 其實有多好協調的 你想想當時右派工會 其實他的力量很少 都給他一個席位 平衡各方面 蔡宗佑 從斷積公民這次走進歷史當中 也讓一些真正研究香港的朋友們 不過現在的學者可能都心淡了 公民歷史就是香港一個 好像社會運動的一個縮影 你研究得多 你看看領大幾位的學者 失去了教席 他們被視為栽培出羅冠聰 也不是油惠晶 所以教席不保 會不會一些大學的專職教授 是會受到這些壓力 而對某些題材 不肯進行一個深入的研究 這個其實是香港學術世界的一個 挺悲哀的場面 即將來會有很多無形的禁區 大家都無謂踩下去 自己做好本份算 當然我看回明報報道 講見李卓仁太太 阿娥姐 進去探望她的時候 跟阿仁說 職工民要解散了 可以看到兩夫妻 都是一個公運的最前線 而隔著玻璃 來講消息 阿仁哥在肉鬆 我想都無言而退 無疑可以說些什麼呢